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18年2月23日,晚上的上海大剧院灯火辉煌,喜气洋洋。上海昆剧团迎来建团40周年大庆。 这一个晚上,整个大剧院人声鼎沸,花团紧簇,台上台下,更像是一次多年难得的大聚会,一次海内外共庆的大派对。 这台演出阵容强大,上海昆剧团五班三代纷纷登台现役。 无论是昆大班老艺术家的看家绝活,还是中生代各剧特色的代表作,或者年轻一代的勃勃生机,都充分显示了上海昆剧团历经40年的发展。 目前已经形成了文武双全,行荡齐全的艺术特色。在人才梯队和剧目建设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 中国剧协主席蒲损新应邀而来,担任串联整场演出的朗读者。 古人云,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终得人和而百事不费。 恰逢此时,报纸上刊登出叶剑英元帅著名的诗篇,《七律远望》。 余振飞先生独霸,马上就把它谱成了昆曲,并且亲自吟差,路程阴代寄给了酷爱昆曲的叶帅。 并且向叶帅表达了自己对于上昆美好的憧憬。 真的是同喜同色,我觉得今天也是观众们的生日,因为他们有戏看了,在上海的这个舞台上。 我刚才说了,这个上昆是上海的,咱不爱谁爱。昆曲是咱中国的,咱不珍惜,谁珍惜,珍惜。 延续了六百年的我们中国雅乐,应该这个鲜活一直保持下去,就得由一代一代的年轻人继承下去。 我赞叹古号好的工作成绩,我赞叹上昆人所有人的努力,我祝愿他们五十年的时候,六十年的时候我们再相会,一起再为他们庆祝。 上海昆剧团百余人的演织员技术登场,而几位古堡级大艺术家更是无一缺席,在舞台上回忆了自己和剧团的过往。 乖乖乖,会二世如一,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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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应该看过 有机会再跟他 好好地向老师学习 现在要学只有找四个人 他败的 我们都是老师们一手呆大力 这个老师 我们是小时候就跟音乐老师学的 对 太好了 这种艺术现在还要学习 我们是一代一代长城 太好了 真的好好用心去 一定能力 四十年过去了 四十年前的那个春天 七十八岁的昆剧表演艺术家蔡正仁 推着九十岁的师母李强华上台 舞台也开始活跃起来 那时余老已经快八十岁了 上海昆剧团首任团长 金昆艺术大师余振峰一双 李强华女士 威威道来的四十年前一段往事 他看着长大的孩子们在哪里 他们的未来的路又在哪里 以及两股音 粤美提 周启明 王之泉 蔡正仁五位艺术家的共同回忆 把观众带进了上海昆剧团成立时的那一段 真容岁月 这张经济团做经济人员的 威虎山剧组解散了以后 我就在经济院 因为我们对昆剧是有热爱的 是有情节的 我当时是在智取威虎山剧组 我和他们一样 当时我的最大的梦想和理想呢 是要建立我们的自己的昆剧团 那个时候我在上海经济团的 智取威虎山剧组 做王文云老师的鼻祖 加皮钩的老百姓 群众演员 是 当时很意外 真的没想到 居然还可以再回到舞台上演昆剧 想都没想过的 但是当这个事实摆在你面前的时候 既兴奋又很矛盾 觉得自己都荒废太多了 难道我又要重新开始了 我还可以吗 很多问号 当时我已经在上海乐剧院的学馆做老师 也是千回百转 后来跑到乐剧院去了 我也是从北京再唱词曲回来 回到乐剧院 后来就听说上海昆剧团要恢复 这恢复过程也是蛮长的 主要是因为有余老师在 余老师帮着我们一块 一块在反复的讨论的 这个事情后来写了封信给了中央领导 信心非常复杂 想再上舞台的话 自己已经没有信心了 觉得女小生是没有前途的 昆曲的前途也很渺茫 所以没有信心 但是要成立剧团 这些同学们都可以又回在一起 聚在一起 那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就是为了昆曲还是想恢复剧团 所以我个人来想就像下舞台了 所以我后来就去念 到戏剧学院去念了导演的课程 不知道我这个女小生还能在舞台上 也是对自己这十年荒废了以后 一种没有信心 但是呢 经不起昆曲艺术的诱惑 同学们都在魔掌插拳的练功 所以我又回来了 千言经过就能解散了 我就给邀到浙江经纪团做经纪演员了 在那边待了六年 然后七八年再重新成立呢 是我已经回不来了 因为已经在那边浙江困剧团要了 结果我就通过叶剑英元帅 因为他跟我们很熟悉 从小就看我们戏 就他说有个梁公英思凡怎么不演了 他们把我从杭州要到上海来演思凡给他看 我后来就跟叶帅讲 我说叶帅我现在浙江工作了 可是我的先生跟女儿都在上海 能不能上海困剧团成立了 你把我调回来吧 所以他亲自跟那个省委书记铁英讲 那时候就讲省委书记是铁英嘛 讲了这才放我回来 所以也是一条比较通过上层才调回来的 这个一个事情 所以我也很珍惜这个机缘能让我再回来 再回来呢 我有点跟不上上昆的同行了 因为终究在那边 昆区荒废了这么多年吧 那么我又再重新起步开始 渐渐的稳固自己在上昆的一席之地 我在调到那个威虎山居住 后来威虎山居住解散了以后 我就在经济院 那么从经济院再调到那个上海困剧团 当时的心情其实很矛盾的 因为怎么好多年不搞传统戏了 一下子要恢复的确是有它的难度 因为我们都不练功了嘛 一下子要捡起来的确是比较艰难的 有一个过渡的时期 那么我就有心的分到样貌聚餐的时候 那么有的分到龙家宋 我分到威虎山居住 在当时讲起来很高兴的 很关荣的 对吧 那么吃亚满饭 穿亚满衣 那么搞亚满戏 那么有的人就分到各个兄弟居团 护居团也有 怀居团也有 乐居团也有 那么叫他们的基本功 我们在经济院也就是做做跑龙套 做做配角 轮不上我们变主角了 那么既然工具可以搞的话 我们是不是把它恢复起来 这是我们的本地 那个时候张美娟老师找我了 他说王志全 我要成立一个练功小组 金八体 怎么能够把这个揉在金具里 可是到哪里去用 就天天这么练 所以名字也蛮奇怪的 叫练功小组 你们就是练功吧 要成立上海困居团 激动得不得了 根本睡不着觉 自己还没有听到领导是有什么意图 自己就在琢磨了 我要好好地练功 我要开始要把过去的戏 要把它能够呈现在舞台上 就是自己在做梦一样的 那么很兴奋很开心 那么那个时候呢 好像是蔡正仁来找我的 那么他后来有两三天没理我 我急得要去问他了 下来该怎么样了 他说你别急啊 我们要研究研究的 终于没有辜负我们的前辈 于正非老师和传自辈老师 对我们的殷切希望 我们终于呢 是把昆去这个古老剧众 传承了下来 1978年的春天 盛海昆剧团在绍兴路9号挂牌 那一年 散落在各地的昆大班演员们 重新聚集在了一起 尚昆剑团的首场演出 是在劳动剧场上演的15冠 当年的主演昆剧表演艺术家 纪振华和刘一龙重演剧中经典片段 时隔40年 他们已经分别是76岁和79岁 但依旧宝刀不老 鼓笛一响 两位老伙计马上活络了起来 哦 师兄 我跟他讲主题 七瘦 飘飘飘飘 求情不是七瘦的好啊 哦 什么是呢 主题不是七瘦哈 是啊 你心中有什么疑难不久 我领言继续何复 只要七上一股俗 不而别人最大得清清楚楚明明不不 若是想奉凶花极难成 想招人能奉某事能成 哦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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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若有什么心事 只要随手歇一股子儿 便能判断己胸啊 昆巨团成立了 所以首演十五贯 作为当时的观众 都非常新奇的 很劣奇的 来看待传统戏的 我们当时在四十年以前 就是四十年以前的今天吧 两月份吧 两三月份 我记得大众剧场 就是以前的黄金大戏院 七八年那年冬天还蛮冷的 好像比今年还冷 我记得三月份还在下雪 这个观众就是连夜排队 要看我们的戏 那时候黑市的票 两块钱一张票吧 后来翻到四块钱 这个戏一直演了将近两个月不到 还是不怕羞 观众还是非常踊跃 丑行 华老师跟我说了一句话 我记忆忧心 他说阿龙啊 你啊 你昆着个吹过 负比吉他 结重个吹过 昆军的丑角 他有他自己一门的戏 不是小声 琴衣花旦 你没有主演戏 我们小花莲 还有二花莲 也就是要富 有很多自己单纲的主演 教会好 你来我写后面 我倒没欲喜 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不太懂 就是说小花莲有很多好戏 我妈就不同意 我儿子长得那么漂亮 画怪白都不怪算什么玩意儿呢 不合适 但是我说 妈 谁把老师昂 昂昂这少女 一样啊 谁好啊 所以我就学小花莲 一直学到现在 现在我们是有昆大班 昆二班 昆三班 昆四班 昆五班 有很多好的小花莲 有很多好的苗子 但是有些大的 那我就不说了 他们都是国家二级演员了 现在小子当中 有一个小孩 他叫张前苍 他是安徽人 不错 这小孩肯吃苦 他对我们老师都非常尊敬 有什么话 就直截了当跟我们说 所以这个孩子 我已经教了他一出奴林 还有一出房主策字 还教了一些最造 继续要往下传承 我带走干什么 我学的不容易 我教也要教的不容易 一定要把传承辈老师 赋予我们的本领 好好的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老兄 你到底哪家人家 或是谁哪 有 像当年周传颖和王传承老师 拍电影的时候 比我们年轻多了 当年去到杭州学习师五官 他们传自备的老师 一招一试 一唱一念 他们都教我们教的真是认真的不得了啊 等我们演这主戏快四十了 我那时候多想捡取十岁 在舞台上多蹦打几年啊 我今年快八十了 我真想自己再年轻一点 把传自卫老师传下来的东西 传到我们的学生身上 让我们昆剧 好继有人 上海昆剧团建立了 已经在乐剧学馆教书的乐美题 在京剧院当演员的梁古音等等 昆大班 昆二班的演员们 也纷纷回到了属于自己的剧团 他们拼命努力 只争召席 因为毕竟觉得自己已经不年轻了 所以大家都有一种紧迫感 就是苦练练功 从头开始 从起炉灶 真的是拼了命了 就想把自己的青春追回来 行云回雪 几度沧桑 鸽未歇 大好河山 闭管弘牙 海域宽 盛时心想 应喜后来 居我上 老见还家 愿作春泥 更护花 这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于振飞老先生 为尚昆的青年演员 写了一首词作 正当昆大班 昆二班的青年演员们 为剧种的振兴 在舞台上加速奔跑的时候 昆取的未来之路 也同样牵挂着于老的心 念念不忘 必有回响 1986年 文化部正式成立了振兴昆具 指导委员会 在党和政府的关心扶持下 古老的昆取又迎来了一阵 强劲的东风 就在文化部振兴昆具 指导委员会成立的同一年 上海昆具团应邀进京 汇报演出 这次演出引发了空前的反响 曹宇先生用四个一流 盛赞上海昆具团 第一流剧团 第一流演员 第一流剧目 第一流演出 也就在这一年 梁古英为上海昆具团 摘得了第一朵美花 1987年 第四届中国戏剧 与花奖颁奈美上 又传来喜讯 季政华 华鸿衣 蔡正人 岳美提 与王之泉 同时摘美 五朵梅花 盛放在一个剧团 成为梅花奖历史上 至今未被打破的传奇 那我就觉得自己非常荣幸能够是学坤曲 做一个坤曲人 跟坤曲相伴 这么11岁近的吧 我现在已经76岁了嘛 就65个春秋跟坤曲相伴 是我生活中最最亲密的一个寄托 所以我觉得很幸运 那时候我排了好多好多戏 因为嗓子方面能够过关以后 包括演那种 苍脏的老头 演那个风流的那种像路由等等 这个人物的起伏可以演好多好多各种类型不同的人物 通过你的唱片才能表演出来的 所以戏曲到七八年一直到八五年这一个阶段 我们戏曲整个创造的 包括星边类似这个传统剧 都是比较 还比较辉煌的应该来讲 我记得我们当时要演一个情调 演一个游园清梦都是战战兢兢的 因为那种唱词人家听不懂啊 看不懂啊 不是听啊 看不懂啊 就觉得唱过戏 不敢演 只能演一些百花正见啊 断桥啊 这些戏 所以从剧目上 后来就一点点的开拓了 就是我们把家底的一些经典的东西挖出来 所以这几年我们有四本长生殿 有三本牡丹亭 有凌川四梦 这些剧目都是昆曲的宝藏 未来呢 我们不要停下脚步 还要更加的努力 再丽出现更多的优秀演员和优秀剧目 让更多的观众呢 走进我们古老昆曲的殿堂 经历了初春的萌芽 古老的昆曲艺术 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象 越来越多的身影 加入了这场关于昆曲的激励 昆曲表演艺术家王之泉与赵文英 戒善片段 怎么不苦啊 肯定是苦的 跟他们练功的时候 我说每个人走三十次 他们说 我走三十次 吃不消了 我不理他们 一定要走下来 我在这里看着你们练 不然老师陪着你们练 我也练 他们也练 有的同学一会儿说 老师上厕所去了 实际上 我后来知道 他们是吐了 因为翻身走得多 头晕了 这个人体的这个运作不舒服了 孩子年轻 他们去吐了 我只当不知道 我说你稍微缓一下 我心里是让他稍微缓一下 继续练 因为我对他们的要求 就是 这一班是重要的 因为我是在这个创作的时候 这个还是基础不够 就观众基础不够 团里的演员的 很多的素质也不够 他们这一班 昆三班 是我们昆大班 辛辛苦苦培养的 那么我总想 他们现在基础够的 你自己顶过这一关 就是能够冲破了这个苦 就会得来的是甜 最后 他们演出了 笑了 演出好了 观众都拍手了 我也笑了 幽默之中 简真章 活泼之中 献功夫的昆曲表演艺术家张明荣 与妙斌搭档世僧片段 守好你的地 是是是是 这等度问 不是哦 我看今日排场不同王日古法斯文啊 哈哈 你要问啊 好 听我跟你说 面临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年纪大了 是吧 就当时就一定要找一些孩子来培养 再不培养 这个断档更厉害了 已经有点断档了 那文化部当时不是有些 老领导们也讲 就当时你们那时候 我们就想要抢救传自卑老师的那个 现在又变成要抢救你们的东西了 确实是 这个自然规律 在舞台上寻梦 在舞台上奔跑的昆曲表演艺术家张寻鹏 传承工作呢 我们是一直是在做 从那个昆山班呢 从黎安呢 就是好好 古好好 总裁他们这一班开始 一直是传承的 传承老戏 传承传统的那个剧目 他们基础打得非常好的 两股音演唱琵琶行 张敬贤表演班招片段 玉美提带领着四季的三代学生 共同演绎司马相如史 当年创牌新剧 敢于争先的历历往事 令台下观众动容 音乐 这一条 妖娃娇 好树如梨 银行笑 有六百年历史的昆剧艺术在过去几十年间一度因为取高贺寡经历了比其他剧种更为落幕的一段日子 因为改革开放以后文艺各方面的东西很多 包括休闲文艺等等的等等的对戏曲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 太迷茫了我就记得在这个剧场里面幕不拉开台下就三个人 所以那时候就会觉得有一些些动摇 但是其实静下心来的话还是觉得自己对这个舞台对这份事业还是割舍不了 这里边有一批人 欣欣华老师跟孤岛齐为丰富宽缺的曲牌 跟着宽缺的唱乡做出了他特有的贡献 非但没有气难而是努力的在勤找怎么找会宽宗对昆区的热爱 昆区的精华本体的东西一定要传出下来 其实上风一直欲试俱进跟着时代在走 尤其是在昆三班毕业前后的那些年 常常出现舞台上的演员比舞台下观众还要多的日子 时过境迁 包括古好好 张军 李安 吴霜 沈亦丽在内的昆三班人 坚守住了昆区艺术 并且延续着剧团梅开舞伏的成绩 梅花香自苦寒来 在每一位戏曲人的梦想当中都有一朵梅花梦 我是拿锦阳中去拿的 也是我第一步去自己创牌大观神 梅花奖拿到手了以后 此后该怎么走的路其实是更艰难的 我更觉得这是我一个从零开始 从新开始的一个从新的迈步 我们真的要感恩有一个集体 可以跟你一起来风云同舟 作为年轻人的第一个代表 去争一朵梅花 为又一代昆区人去圆一次梦 这是一场始终不曾停歇的劫力 一代代 一棒棒 朝着同一个目标发力 历史竟有这样的巧合 当年的梅开舞伏 至今还是让人津津乐道的家伙 而年轻的梅花梅 在新千年的春天里 又一次亮丽绽放 记得2001年的5月20号 就在那天 东方蓝运 优秀青年昆区演员 古好好的专场演出 在衣服舞台举行 我就是那场演出的主持人 好好是昆三班第一个举办个人专场演出的演员 上海著名主持人张明权 回忆当年昆三班首个个人专场 也是现在上昆领军人物股好好的刀马蛋专场 我还是记忆深刻 就在那天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了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昆区名列榜首 为什么呢 因为就在那天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了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我们中国的昆区名列榜首 当我在第一时间在舞台上向大家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 整个剧场欢腾了起来 一副舞台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这个情景仿佛就像昨天那样的清晰 我在想 这好像是一次巧合 更是一种冥冥之中的注定 因为我们年轻的昆曲人 将无可推脱的要承担起传承六百年昆曲艺术的历史使命 这是一种荣耀 更是一份责任 我们的这一代昆曲人啊 将在昆曲锦绣的长篇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2007年我是上海昆曲团第三代传人当中第一个去珍眉的 又激动又紧张 我是带着原创昆曲一片桃花红和经典的折子戏 护家庄静静的真的是非常难忘 也非常紧张作为年轻人的第一个代表去争一朵梅花 为又一代昆曲人去圆一次梦 那些历史的赋予的机遇和责任 到今天我觉得都还是历历在目 我觉得这也是鞭策我们成长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记得我们带着一片桃花红到北京大学演出 北大的学生们是共同见证了那一场十分圆满的比赛 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专家说 看到了尚昆文武兼备 行荡齐全的优势 虽然是第一朵梅花 但是我还是代表着刀马蛋这个行荡 那些对尚昆的赞扬和肯定 让我记忆有心 我记得当时拿到梅花奖真的是不敢想象 因为我觉得我曾经一度是与奖是无缘的 只要去比赛肯定是拿不到奖项的 那到后来能够拿到梅花奖 其实我真的是很幸运在老师和我们那么多的同事 同学的帮助下我才能拿到 所以说也至于后面无双拿梅花奖 神医定拿梅花奖 我也参与到其中 我觉得真的是 我不但是感恩剧团老师对我的栽培 我觉得只要剧团需要我 只要同事需要我 我也会不遗余力地去帮助他们 我觉得昆渠真的是一颗菜 一定是大家好才能好 因为我们老师们就是这样的 不是我们现在我一个人好 那不行的 昆渠一定要生蛋静默策 我们上昆就是一个行荡齐全的这么一个阵容出去 第一个是决定让我去评媒 那会儿的一个感受是 天上有一个馅饼一样的机会掉下来了 能不能接得住 那要看自己 因为此前从来没有过 做这方面的想象没有过 演员都希望自己好 都希望自己能够拿奖 但是梅花奖对于我来说 以前从来没想过 知道有这么一个机会 那就 三亿你刚起来 破心破名破哪起来 就排了一株叫穿上银 这是剧团专门为我夺身定造的这么一出戏 目的也很明确的 然后在参加了评选之后 到广州去领奖 站在颁奖台上 那一刻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获奖 那会儿的心情是 那种感觉 心跳的感觉是很厉害的 到最后听到有无双 一块大石头落地 然后洗 这个欢天洗地 对于我来说 这个奖太不容易了 太不容易了 因为昆取花脸拿梅花奖这个事情 我是第一回 就是说我是第一个昆取花脸拿梅花奖的 此前虽然这个 这个我们老师们不说了 老师们当年这个没开五福 我同学像这个好好 李安娜都拿也都拿过 但是轮到我这个行当 我从来没想到 这是对我从艺三十多年的 一个阶段的一个认证 一个认证 那这个当中 它给予了是个人的表演的成就的认证 其实凝结的是我们整个团队的一种努力 和心情的付出 我们说在这个期间 其实不光是去深美整个一个过程 从我进 我觉得从八六年进细校到现在 每一步都是不可跳过的 都是一步一步这样坚定的 踏踏实实地走过来的 那所以我不得不提到感恩两个字 这两个字是确切地存在于 无时无刻存在于我周边的 而且是无时无刻地在鼓励我 继续往前走 说你碰到一点困团算什么 相比之下太渺小了 个人的这一点荣辱得失 相比之下太渺小了 就算我们今年 我说我们坤团是四十周年的团庆 四十周年的团庆 对于六百年的坤曲来说 不过也是白马过席 也是非常的年轻 但是对于尚昆来说 这个四十周年其实正值不惑 对于我们坤三白来说 我们也是四十岁出头的 也是不惑之年 那与尚昆同龄 我们也何其有幸 在不惑之年 我们应该摒弃掉很多 我觉得个人的荣辱得失的一些个 借交借造 一些个困惑 更应该轻装上阵 与我来说 获得了梅花奖这样的认证以后 我更觉得这是我一个 全部从零归零 从零开始 重新开始的一个 重新的迈步 一个呢 坦白讲 我觉得艺术总是一个 要不断地精进的一个过程 总是 无论老师啊 还是自己啊 总是有更多不满意 希望去突破 另外一个 面对着全国的这样一个戏剧的 一个评选的舞台 面对着不同的艺术家 和不同的艺术种类 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 所以 无论是好好啊 我啊 后来很多的同事们 都有获得过梅花奖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剧团 所要具备的一种 啊 啊 求知探索 和往前走的一个动力 嗯 他需要好的人才 需要有全国知名的 有影响力的演员 我当时我觉得 我在自己评 参与评梅花奖的时候 呃 因为一个演员了 就是这样 自己要修炼好自己同时 舞台上 圣诞节摸丑 啊 台前幕后 这么多的人一起来跟你配合 我记得那年 光是演出录像 就很多很多 不同的过程 那这个过程 对自己是一个 不仅仅是参与一个评奖 也是一个巨大的魔力 就是在这个基础上 怎么可以更好一些 更好一些 当然离不开这个集体 对你的培养 和这么多人 对你的支持 嗯 回过头想是 哎呀 这个评奖太辛苦了 对自己 但是我想 所有的艰难困苦 都是对自己的呃 魔力啊 同时也发现 我们真的要感恩 有一个集体 可以跟你一起来 奉于同舟 一起给你舞台上也好 还是呃 成长的过程当中的 敌利的 共同的前进吧 掌声 好 安静下来 对 掌声出小朋友 掌声的时候 不要踩一下 大家肯定 肯定大家 肯定都掌声 全部在这儿 就是在他们开打的时候 自己把这个项目 他们会吹 你列不离缩 也没有 我是昆斯班的杨志文 现在是上海昆剧团的盔帽 我是昆斯班的孟凡俊 我现在是上海昆剧团的服装师 我是昆斯班的徐磊 现在是上海昆剧团的盗剧师 昆斯班 昆武班的真情表白 这样的传统流淌在每一个上昆人的血液之中 成为了上昆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是昆斯班闺门代演员 原家 无论台前幕后 我们的心 永远向着这方舞台 当晚的演出中 最震撼人心的场面之一 当属百人奇差 85岁的昆曲名票顾铁华 是于振飞大师的第一个海外弟子 学唱昆曲75年 在海内外播撒昆剧艺术的种子 这一晚他带领100名 Follow Me昆剧跟我学学员演绎牡丹亭片段 将晚会带入高潮 经过五班三代人的努力 追随改革开放40周年的脚步 昆曲建立了广泛 扎实的群众基础 正逐步走向 复兴繁荣之路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英雄 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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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我來看 啊啊啊啊啊啊啊 打不打不打不打 就一句 清风雨 没了 清风雨 人人欢老 我可以了 OK 好 我的妈呀 看这样就好很多 两位著名金坤表演艺术家 蔡正仁和上长荣 联美表演的《醉花音》《风调雨顺》 作为压轴节目 结束了整场演出 她的题目就是 在路上 所以我们呢还是在路上 我们要继续努力的 向前走 取得更好的成绩 所以我们看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好 其 方 面 人 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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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呀呀不 不可能 呀呀呀 不可能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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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嗨 乃 哈 看他们真想要 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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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这期十二六月后的 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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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牧师导演王浩设计了全团演员和观众百人奔跑的场面 预议着我们在路上 昆季在路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朋友们 今天是上坤的生日 是昆曲艺术家们和戏迷们的极日凉宵 四十岁风华正貌 四十岁豪情满怀 伴随着共和国四十年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 我们和观众共同目睹了 上坤人为昆曲的继承做出的努力 为昆曲的发展付出的敬业精致 谢谢中国巨协主席 普存心老师的祝福 谢谢每一位帮助支持昆曲的领导 老师 观众 朋友们 谢谢每一位今天不曾露脸 却跟我们一样热爱昆曲的幕后英雄们 我们上坤的乐队 吴美 还有行政人员 我们感恩 我们感恩有昆曲相伴的岁月 我们感恩在上海这座有温度的城市 我们感恩伟大的民族 我们感恩当下最美好的新时代 四十华张 我们共同补血 我相信明天会更美好 我们 在路上